人一生的使命 或许在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 出生在历史丰厚的大道城 注定他将着迷于历史 成为书写历史的人 在台湾史这个领域 在还没有被重视之前 他就是一个先行者 大家都说对他的形容 他说是百年史料事货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号 或者台湾第一民间史家 作为台湾史的研究 民间的学者里面他算是第一人 庄永明从小在大道城居住成长 建于1920年代的装卸发早货店 也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 是台北第一处被指定为古迹的早货店 庄永明眼中的大道城 是老而不惨 老而迷心 他曾说 即使旅游他乡 也必时刻心细本地 从小至老 烙印在地上的足迹 虽未建设所埋 但记忆必永久留存 最主要是他靠眼睛跟他的脚 到处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方向 就是靠田野调查 可以去收集到一手资料 他的资料不是从图书馆抄来的 是他去访问出来的 从远流千禧年 做《台湾世纪回味》系列套书 一直到大道城千秋天电屋古迹开放 那我就做主题展的更新 还有中文明书方部落格的编辑跟更新 直到就这样子应该将近20年吧 总之老师写的东西 非常的有生活的味道 你很容易进入 就是文字的部分 如果要讲一件事情 他会用很多有趣的四五件 来烘托那件事情 那有些题目当然我听过 可能两次三次 可是我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大道城是日志时期台湾的经济重镇 港亭是如今的贵德街 是曾经茶叶出口的经济重镇 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 位于西宁北路贵德街口的装卸发杂货店 是当年港亭唯一的便利商店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贵德街整条都磨落了 但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来讲 贵德街跟京陵北路八十六项的家口 它是非常重要的点 包含说这栋的古迹 对面是李春生青年教堂 是李家 李家非常重要的点 那他当时原来是大道城有变局 后来是有变局 因为业务没有那么好之后 那李家才收回去当做他的青年教堂 这边基本上是向人文汇存 而且我们在回想到当时在日志时代跟在清代的时候 那所有的洋行所有的大使馆都几乎在集中在这边的点 中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 他的宽幅比迪化街还要再窄一点 但是千秋街跟建商街我刚才讲过 有洋行 这种就不是在做小生意了 他是做大生意 所以他就不是六公尺宽 他的建筑物会比较宽 有些时候是二十公尺三十公尺 换句话说建筑物会比较成正方形 而不是成条形 方的就是它是仓库 它是茶庄 它是做大买卖的 甚至也有很多大宅地 包括陈天来台北茶商的大老板 陈天来的住宅 那这些都是我们千秋街 贵德街这一代的特色 它比较简单 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 它是非常好的红砖 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以红色为主 那这个红砖的这个气法 有两种 一种是英国式的气法 一种是华式的 法国式的气法 那都很讲究的 那它的棋楼也有一个特色 因为这一代比较靠近淡水河 淡水河会泛滥 所以有些时候水会稍微涨起来 所以你看这一代的棋楼 会比迪华杰的棋楼 会比较高 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 它像透过一个管子 我们叫落水管 把它集中起来 这样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滴滴答答 好像是门口都是水 它把它集中在一个管子 把它降下来 它当然不是故意说 要做成竹子的样子 是因为它本身这个桃馆 是八段接起来的 那桃馆跟桃馆接的时候 要有一个接口 有一个喇叭口 然后这个这样接上去 所以它就会膨胀 当时大修的时间应该在十年前 那十年前那时候 我们在大修的时候 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 所以它的乌行 它的整个乌价来讲 这种状况非常的糟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整个 整个就是逐步拆解 拆到我们只剩下两片墙而已 然后再把所有东西 再一样一样的组回来 那组回来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是说 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 要被保留下来 所以就是你在外面看的东西 基本上都会是原物 包括七楼的天花板的高度 它的外墙 它的屋顶部分 大概都会是原物 当然我们乌瓦是翻修过的 因为原来我们来看的时候 它乌瓦其实都已经变铁皮了 整个把它都做回来了 那我们甚至做到说 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一楼的那个 干妈讲的所有的那些 木柜那些内装 包括地平这些部分 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 我们调查的资料 全部都做回来 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 你知道吗 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 反而是建筑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 就是因为这个跟生命体 完全的有关系 而且越住越大 越大那间房子 越有人气 越有人气 这一栋房子为什么会直进成古迹 其实有几个东西可以来谈 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 早期指定古迹 都是官属压门 像这些东西 陆陆续续有些观念的改变 所以开始庶民的一些生活的 相关的产业或一些东西 就会被指定成古迹 特别是当初 也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 那是不是太显眼的东西 可是后来越来越来变少了 当初指定的时候 因为这种房子 它的特殊的产业类别 就被指定下来 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 中原的关系 原先这个跟隔壁 这种房子是要都更的 所以那时候中原先生决定说 那为什么把它变成一个 比较有价值的活化资产 有些的价值 其实我们后来才进来之后 才发现的 比如说它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保留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些痕迹 比如说是用原来日治时代工法来做的 当时清代跟日治时代的工匠 其实是有些传承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就被指定古迹 庄永民故居早期向陈天来家 乘租一楼空间 前方作为杂货店 后方作为生活起居空间 宽敞的七楼空间 常有小孩嬉戏 妇女闲聊 扰人讲骨 是社区资讯及感情交流的据点 陈天来时期 二楼空间则规划为出租亚房 民国五十四年 庄家买下二楼后 全家仅使用一间 其余皆继续出租 直到后来才为庄家自己居住 而隔楼空间一般作为仓库使用 庄永民婚后 曾一度作为画室使用 因为庄永民先生的过来 其实才决定说 他的志业希望在这边 做一个文师讲庭 开始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 所以才会把原来的干妈典 转型成一个叫做 文史工作室的这样的味道 但是因为既然 那个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 是他那个庄先生的母亲 就是当初的干妈典的那些名字 所以我们以按照原来的方式 就把它做回来 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庄永民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 叫做庄协发文史讲庭的意义 庄永民医生为台湾文史记忆奉献 凭着热情及使命感 完成五十多册专注 并担任大道城逍遥游导览 带领超过一万人上街走读 对台湾文史 土地记忆有极大贡献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 1997年的6月开始走 然后走到2020的7月的 第一个礼拜天 老师非常喜欢带学生 非常喜欢 有的人走十次 怕是还在跟着走 后来这个等于是他的 第二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工作 他没有请假过 连那个台风天 台风只有三个人 他跟那三个小朋友说 我们不走出去 我现在就在那个麻州境口 讲给你而已 大道城逍遥游后期 他几乎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也有问过他 说老师你看得到我吗 他说摩摩扶扶扶 那这样子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 继续去导览 非科班出身的庄永明 从事会计工作 长达25年 没有请过一天假 他虽然是个木讷的人 但说起有关台湾的人 事物 就会变得侃侃而谈 所以我只要有他 十分之一的毅力就好 我应该就成就大事了 老师曾经说过他自己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 生活品位还蛮好的 可是生活品质很糟的人 那是因为庄老师 他一生执着于 这种台湾学的研究 然后台湾史料的收集 他真的史料存在 门打开发现门打不开 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卡在门口 地上堆的满满的东西 他等于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置业 他牺牲了蛮多的事情的 我们都有同好 我们喜欢买那个 跟台湾古时候的历史故事 有关系的书 所以我在书店里面就碰到他 就聊起来 所以我常常跟庄老师讲说 我们两个人去买老书旧书 我们两个人是竞标者 你不买就我买 我不买就你买 很有意思 那他买的比我这个琴 他去搜罗资料的能力 比我强多了 中山堂也展过邮票 《童话世界》 世界各国各地的童话 为主题的邮票 他也做过这个展览 都非常的精彩 据说中山堂的那个 童话邮票展 好像是中山堂那个 那几年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 庄永明常说 大道城逍遥游 走一次 少一次 没有想到2020年7月 成为了最后一次 庄永明于父亲节的前一天过世 后代为他举办了追思会 让长期支持庄永明的人们 前来送上最后的祝福 而总统也亲临现场 清班包养令 表彰庄永明 对传承台湾文化的卓越贡献 他最后离开我们之前 曾经住院嘛 他在病床上还写 然后他的视力是这样子 他还写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将在伤心 我们比较伤心的其实是 这个防止灵魂 其实是庄永明先生 这些收藏基本上都捐给了中研院的台词所 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在想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房子跟这个场域可以继续怎么延续下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庄家在讨论这东西 所以有一阵子空了之后 每个人进来都觉得有点失落感 就是好像那个味道不见了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是不是把一些东西也拿回来 因为至少说那个味道还会在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 当有东西在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人还活着 庄永明后代将部分藏品 历史相片 文物收藏 手稿 出版品 于千秋街电污中定期展出 对人念情 对事怀旧 他写过的万言文字 走过的万里街巷 那必定会留下色彩 他的粉丝很多 而且男女老少都有 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 这可能是他个人魅力吧 老师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话 他其中有一句话说 无论走多远 都要回到原点 他会说这个 然后他也曾经说 我想做一个不孤单的 孤独的人 比如说那小小的顶子 半个演唱会可以做到这么好 座位是能做就做 不能做就站 他的旁边就是李春森教堂 对不对 教堂是不能进去 然后那个篱笆是那个 我们说铃鸡的 大家也看着我看 那种吸引力要强 老师来上课 如果有超过三十个 他就唱歌 台北市民歌 他也好爱唱 台北 我们的台北 大家给我唱最后一句 台北 台北 以后没有人唱了 因为只剩老师跟我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 连要唱个歌都要有三十人 他才要唱 然后真的想跟你唱歌 你竟然走了 怎么办 背对五十七金蜜 还有别人唱 台北市民歌没人唱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想老师吗 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了 钟老师 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您唱歌了 因为好几年没有唱这首歌 所以歌词有时候会忘掉 大家就不介意 没关系 我们只希望再听到记忆中的声音 好 这个歌我就唱一次 也是留一个纪念的 这首歌 庄佑明的身影会逐渐淡去 但是飘逸在乡土天空上的云彩 依旧是来去自如